我认为做品牌跟卖东西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卖产品卖掉了之后 一或两期你跟我就不相关 可是做品牌呢 我们需要让人家先认识你 然后了解你 进一步再喜欢你 所以对我来说 品牌它就像是一个人 它是有个性 有价值主张 那它有它的喜怒哀乐 所以我认为品牌对一个企业它非常的重要 它是企业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同时它也是企业跟我们客户去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 它就是企业的一张脸 那我认为这个才叫做品牌 遇到的挑战其实真的蛮多的啦 坦白讲因为品牌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嘛 那一开始我们也是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没有 那最大的挑战就是没资源嘛 然后没有经验 那我们也曾经失败过 因为我们在第一个品牌的时候 其实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状况之下 做了一个没有定位的东西 那后来也是一边做一边摸索 一路上这样走过来 那曾经也很多 我们在做很多产品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很坚持的品质 我们也曾经思考过 客户到底有没有感受吗 很多人在卖产品 他们也是可能文案写一写啊 简单做一做 其实卖得不错 曾经天人交战 我们是不是要这么去坚持我们的品牌价值 客户到底有没有感觉 那中间一路过来遇到非常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很开心的就是我们的坚持 最后其实都有传达到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的客户这边的心中 这是我觉得非常幸运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继续坚持做对的事情 首先我觉得工业局非常的用心 从我们跟广告公司的媒合 然后在整个品牌计划的过程 甚至结果的验收都非常的尽心尽力 然后给我们也非常多的协助 而且这次的品牌计划 我们跟广告公司的合作 从里到外 品牌等于是做了一个全新的转换 不管是品牌设计 品牌定位 品牌价值 我们都有更明确 而且更 更不一样的感觉出现 那我们很开心 这次的结果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同时我们公司跟内部外部 不断的在做一个共同创造的这个过程 公司上上下下 我们的相信力都变得非常的好 所以虽然过程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觉得很棒 很值得